这一位叫做Mitch杨 杨明超先生 他在他的网站上怎么写呢 他是在美国一家非常有名的 而且做得非常好的 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兼创办人 那我在LA那个时候 去参加了这个 LA的这个台湾人的一个论坛 就是台湾会馆的一个演讲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不是还开玩笑吗 说我前脚去后来朱立文后脚到 那我去的时候还比他多了12桌 就是那个场合呢 这个杨明超Mitch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来见我 他跟我聊了很多他的感触 好 不过我待会再说 我们先来看看他呢 他说我已经把下面的文字 贴到黄安个人的脸书上了 准备好要破釜成州与黄安一战 他说后腾欣平说 台湾人贪钱怕死好面子 我就是要来破除他 建立新台湾人的性格 为台湾文艺复兴开路 新的台湾人对公益良善与真实的爱 克服了钱与面子的诱惑 也战胜死亡的恐惧 杨明超呢是找我一届台大电机系毕业 他是找我一届的台大的学长 那他就到南加大去念了硕士 就留在美国 然后在美国的这个高科技也做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后来自己出来创业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怎么说呢 他说黄安你有种就来检举我们 不然你就是一个小孬孬 只会欺负一个16岁的小女生 我叫杨明超 我是一网科技 还把这个网站创办人兼执行长 他说19年前 我们一群美国国家太空总署的工程师 成立了这家公司 我主张台湾独立 我是台湾人 我不是中国人 我们的产品有经由第三国经销卖到中国 我也用赚来的钱 大力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我恳求黄安来检举我们 他上面标着 他说我的上面还有董事长 董事会还有母公司 but I don't care anymore Taiwanese need to have guts 这就是杨明超先生 我们看看下一页 好这个杨明超先生很酷 那因为他是我的脸书上的脸友 他每次他入关的时候 他就会拿着身边骑着 然后拍一张照片 出关的时候也会拿这面骑着 拍一张照片 然后他每到的地方 他就会摆这地方再拍一张照片 那你会觉得以为 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他非常正常 他是就台大电机系的高材生 然后他跟我讲到他以前 他说他在台大的时候 他刚开始启蒙的时候 他就对于这个反对运动 有点兴趣 所以他有一次在那个 台大旁边有个民主墙 他就在民主墙旁边看着 那个民主墙上面写的文章 然后就喃喃自语说 这个蛮有道理的 就突然就有一个人 冲过去把他一把给掐住 然后要查他的身份 最后他挣脱开来 那个人一路跟他跟到家 所以他就开始 从大一开始就慢慢的 对这些所谓的不为人知的 一些民主运动 跟相关的我们教的 这个教科书上的 另外一面的事情 开始起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疑斗跟兴趣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情况 那这个杨明超先生也跟我讲说 他说他说他们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他说他们做的是在非常非常冷的地方跟非常非常热的地方可以用的工业电脑跟通讯设施 所以他跟我讲了很多东西 他说他很希望回来有机会跟台湾的这些企业分享一些他们做的这种所谓的niche market 就是在那种很特别的市场上 他说在这种很特别市场上 他们不用去这个用花很多的力气去跟人家竞争这个销价 他说台湾现在命运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做低阶的东西 然后销价竞争 把自己的竞争力呢给打到最后打到谷底 然后必须用销价的方式去争取大的市场 所以就会依赖中国 所以他说他们也是走出一条路 所以他们去做那种很特别很偏锋的东西 所以他说台湾的每一个产业从纺织到通讯到卫星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在你的这个产业的垂直生产链当中 有没有一块是可以增加一下附加价值 然后瞄准一些特殊市场而成为一个独占 不必太靠别人 不必太靠这个广大的消费者这样的一个市场 他给了我上了这么一课